大家好,我是張哲生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繪本 它是1988年出版 距今已經有31年歷史 它的書名叫做媽媽買綠豆 那這本書呢 你知道我在看的時候 我發現裡面充滿了我的童年回憶 這個故事裡面的主角是一對母子 媽媽跟他的小孩叫做阿寶 然後阿寶呢 他非常喜歡跟媽媽去買菜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場景就是我小時候常常跟我媽媽去市場 看到的都是這樣的畫面 南北雜貨啊 然後雜貨店 那個年代還沒有便利商店 不管你是要買柴米油鹽 冰淇淋飲料 什麼都是在這樣的雜貨店去買 所以我看到第一頁就非常的有感覺 然後這個阿寶呢 他非常的喜歡吃綠豆 所以他跟媽媽每次到這個市場裡面 他就會跟媽媽吵著說 媽媽,我要買綠豆 我覺得這好像我小時候 我每次跟媽媽去市場都會炒東炒西 我記得我都要買玩具 你看這個阿寶他跟他媽媽到市場 然後沿路上又要買雞蛋糕 然後看到有賣糖果賣餅乾的 哇,要炒著要買 然後看到有修皮鞋 覺得好奇又要停下來看 然後這時候媽媽他幫阿寶買了一包綠豆 終於到家了 然後這時候阿寶非常的迫不及待 他提了這一包綠豆 把鞋子脫下來以後跟媽媽說 媽媽快點我們要去煮綠豆了 阿寶非常乖,你看 他說我來洗綠豆 然後拿了一個空的鍋子出來 然後媽媽就把綠豆倒到這個鍋子裡面去 阿寶很乖的就開始勤洗綠豆 非常的主動 我小時候好像沒這麼乖 他本來跟媽媽說 媽媽你怎麼還不煮呢 媽媽說我們要把綠豆浸大一點才能煮 原來你這綠豆你要先泡在水裡 其實不只是洗綠豆而已 你要讓這個綠豆去吸水 讓它可以越來越膨脹變大顆一點再來煮 這樣子你吃的綠豆就會比較軟 比較大顆分量就比較多 然後這時候阿寶就在旁邊玩著這個積木火車 媽媽就在那邊一邊炒菜 然後這時候他就說 媽媽你看綠豆變大了 他跟媽媽說 你說綠豆要等到變大 現在已經變大 那我們可以開始煮了嗎 媽媽說好 他就趕快把變大的整鍋綠豆拿到瓦斯爐上面去 哇萬歲要煮綠豆了 其實在這個年紀 光是一個煮綠豆湯就是一個 天大的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 很懷念小時候那種純真 母子兩人就在這個鍋子旁邊 就開始吃起午飯來了 然後忽然就 哇你看滿出來了 這個綠豆都滿出來了 然後媽媽看到趕快跑去 把那個火給關起來 哇綠豆煮好了 怪的阿寶他就去拿著那個糖 跟媽媽說媽媽放糖 然後媽媽就加了一匙糖到整鍋綠豆裡面去 然後自己十喝了一口 然後這時候阿寶已經在旁邊等著 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子 也不管胃不胃生的問題 媽媽喝一口 然後再拿一口給阿寶說 來喝看看 阿寶喝下去說 哇好甜喔 OK母子兩人都確定 這個味道是OK的 這時候媽媽把水槽整個放滿水之後 把整鍋綠豆放到水裡面去 去冷卻 然後這時候阿寶其實已經 虎視眈眈的 在看著水裡面的這鍋綠豆 我就跑過來 然後摸摸這個鍋子 不燙了耶 然後呢 這時候媽媽也沒注意到 阿寶已經偷偷去拿一個小凳子 逛到水槽旁邊 站上去拿了一個條根 挖了一口不燙的綠豆來吃 你看媽媽在紗窗後面 她有瞄到 也沒有罵她 就拿了一個空碗來 來吧 那我們可以盛綠豆湯來喝了 這時候呢 媽媽一碗 小阿寶一碗 然後兩個人呢 就走到戶外 然後坐在椅子上面 吹著微微的涼風 喝著這個溫溫的綠豆湯 整個畫面真的是非常溫馨 充滿了這個拇指之情 還有那個年代的那種很純真 就一個很單純的快樂 拇指兩人然後坐在戶外喝個綠豆湯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個畫面 很快的兩個人手上的這個綠豆湯都喝完了 媽媽就帶著阿寶又回到廚房 媽媽這時候要給阿寶 準備第二樣的這個綠豆料理 剛剛吃剩的綠豆 她拿進來放到這個桌上 然後呢拿出了做綠豆冰的容器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是一格一格 她可以把這個綠豆湯倒到這一格一格裡面去 外有星形啊有菱形的這樣子的 然後倒進去之後呢再把牙籤一根一根的插上去 那到時候這個拿去結冰了以後呢 綠豆湯變成冰了以後 就跟著這個牙籤就好像一塊一塊的綠豆冰棒 我小時候有做過類似的 那時候我媽媽是拿那種塑膠的袋子 長條形的 然後上面就寫個冰凍袋 然後我媽媽也是把綠豆湯都裝到裡面去 然後拿到冰箱去冰 然後隔天拿出來就是一條一條的 好好吃的綠豆冰棒 那個美味是現在外面也不管是什麼名牌的冰淇淋 我覺得味道都比不上 那個是媽媽愛的味道 綠豆冰做完之後呢 這時候阿寶他發現桌上有一顆煮綠豆湯之前 從袋子裡面掉出來的綠豆 媽媽這時候就跟阿寶說 來媽媽告訴你這一顆綠豆可以做什麼 媽媽就到那個菜櫃裡面去拿了一個空瓶子下來 然後呢到戶外去地上挖了一匙泥土 倒到這個瓶子裡面去 媽媽跟阿寶說 來你把手上的那顆綠豆呢 放到土裡面來 我們來種綠豆 我小時候呢也種過綠豆 老師要我們拿那個棉花 放到盤子上面去 我們就把綠豆或是紅豆放到那個棉花上 然後加水 然後每天就看那個等著他發芽 你看故事裡面的阿寶也是 他種進去了之後呢 他就把這一瓶罐子的這一顆綠豆 放在他臥房的窗邊 你看他每天睡覺醒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綠豆有沒有變化 第一天看沒什麼變 第二天好像有一點蹦開來了 再來第三天看 哇他發芽了耶 然後越長越高 葉子都長出來了 我們小時候真的種綠豆就是這個情景 阿寶也很乖 他每天都會去教學 這可能是那個年紀的小朋友第一次自己種植物的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我覺得很有趣 這是我媽媽看到的 阿寶來 這是我們幾天前所冰的綠豆冰 可以吃了 媽媽就從冰箱把這個綠豆冰棒拿出來 哇 這一幕非常我覺得還蠻感動的 母子兩個人就開始在這裡那個夏天吃著自己親手做的綠豆冰棒 然後看著罐子裡面已經發芽的綠豆 享受了這愉快的親子生活 仔細看 這桌上還有一本機器貓小叮噹 這個封面我也很眼熟 我小時候好像就有一本這樣子封面的機器貓小叮噹 畫這個圖也真的是 把我們整個童年的景象都畫進去 媽媽你看綠豆長大了耶 哇 故事講完了 各位覺得好不好聽呢 然後適不適言 勾起你很多的童年回憶 我覺得親子共讀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讓爸爸媽媽可以透過念故事書給小孩子的這個過程 跟小孩分享他心裡的想法 因為一直以來 爸媽好像就是在教小孩子該怎麼做 然後小孩子可能不太了解爸媽的心裡在想什麼 或者是爸媽小時候到底是過得怎麼樣的生活 那像我剛剛講的這一本書媽媽買綠豆呢 他講的就是現在當爸媽的人小時候的一個生活過程 所以當他在讀這個故事書給自己的小孩子聽的時候呢 小孩子一方面可以從這個故事了解 原來爸爸媽媽小時候去買東西的過程是這樣子 然後會煮綠豆的湯啊 種綠豆 然後同時呢 也可以從爸媽在講述自己的童年回憶的時候去了解到 原來爸媽媽常常會想起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親子交流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很喜歡念故事書給我的小孩聽 愛就是為孩子說一個好故事